17号立法院长韩国瑜进一场主持会议前 立委发动包围攻势 栏尾反击 这样的场景下周二可能再上演 蓝绿立委已经在脸书隔空就证 牛许婷呛要舞动 大家就一起付出代价 乌佩义也发文有万华相亲相庭 自己帮他来的 然后他们也跟我讲说 不只隔空交锋 有立委还赶紧特训 像是当天肚皮受伤的立委蔡逸余 号称要练肌耐力 至于被国民党立委推倒重衰的 沈柏洋不排除戴头盔 虽然我们现在有很多伤兵 国民党立委也传出不少人去增添护炬 看来蓝绿白一触即发 立院民进党总召柯建民也发文对院长韩国瑜喊话 希望他礼拜二当天喊出休息协商 就愿为了先前对他不礼貌之言郑重道歉 韩国瑜没正面表态如何处理 还拿庄瑞熊开玩笑 而如今不只蓝绿白立委磨刀霍霍 也有公民团体在网络号召 发起下班下课立法院集结运动 各方人马备战 山羽欲来 三选走不了